繼續回到第三場賽事 這一組四班千四 三隻大母子的馬分別有三匹 四號、五號和八號 配備變動再看看 有的是十號馬這隻精彩生活 重新摘你 另外十三號的夢幻紀錄 初大眼罩 先看這隻長長友 其實這隻馬跳 我都覺得他算是跳得挺好的 不過冷門沒甚麼所謂 而且這場馬在磅位方面 他賺到少少優勢 一號馬都不用超130磅 看看二號馬同聲同氣外面 慢慢上來 上次我覺得他的狀態其實很普通 但九丘復出流過鼻血 都能夠追得挺好 希望健康繼續穩定 好,接著外面那隻奮鬥齊心 說真的,之前見過這隻馬 都適合的時候都挺厲害的 外面那隻很大隻,那隻很有補 即不夠小 你現在奮鬥齊心 我都覺得對比起之前就 這隻剛剛才跑完紅磚勇士 上個星期的 外觀經常都很好看 這隻紅磚勇士 衝衝再戰,看他的心意又會怎樣 上次我記得他是後備補入的 好,接著是紅龍 這隻就不理 我想他都有理無理 你養好赤馬,come fit 現在趕快趁季初 希望贏得到 很好,馬現在你看 又頂得手上來,又不急 一對後面跑了,神之水滴 前面請不要問,今季都曾經上過陣 但這些馬就仍是比較緊緒 有些情緒,仍是稍微有些緊張 陸頂記,他都跑過一場 其實是否很有特別的走勢 我真的不覺得走勢特別強 我覺得他是保持上次的水準 好,接著一對是落草地拍 48很有精神就下一次跑 至於遮住了那隻大紅心 就這次跑 這次轉了轉的操練 他很少落草地拍 這個大紅心 馬雅跳都OK的,走過很順 我都覺得他就心存大慾 又是養好隻馬 上次已經加上下午 前一次就擺前走 又是形勢 十二檔,我都不知道他的形勢 馬就放在那裡了 是,就像一鋪中環那樣 這隻桃花多神粗 你看他都跳得好像很順 但其實他都是一些草草地的馬 走回去的脾氣多大 這隻馬,上次走圈又急得不得了 拉得傲近,外面是喜刑於心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你想想以前 潘頓,試襲又怎樣 我覺得這隻馬比較矮身一些 然後跑又好像蝕張 這隻也是,夢幻紀錄 你從鏡頭就不覺得他很小隻 如果前後有馬,你就感覺到 他很輸蝕的身形 我覺得都一般 你只有一隻領航傳奇 你只有一隻領航傳奇 都已經身形很明顯不同 那隻馬不是瘦 但它是小的,骨架很小的 這隻也沒問題 回到第三場,四班千四米 這組都有一些實力馬 就是放在這裏 譬如見好就是熊龍 甚至你說同聲同氣 我覺得狀態,雖然不稱得上很好 但是人家能夠復出都交得上 都是值得尊重的馬 你看他跑了千二隻馬 有些均速的 這場就選了幾隻 譬如馬上望就是我自己跟著的 精彩生活的情緒都是有些轉變 開始沒那麼猛爭 陸頂記就應該是上程會好些的馬 熊龍剛才就說了 至於其他那些馬 譬如領航傳奇 神糟跳都挺漂亮的 這個十四 不過我覺得他十四檔 又不知怎樣處理好 純粹覺得狀態 他都保持得不錯 其實這次賽事 很多場我都覺得是這樣 好幾隻可以去選擇 我買熊龍 我覺得他會在這裏 贏不贏 我真是大家講濟與形勢 但是你看現在早上跳 這隻稍為中上年紀的馬 你不趁季初 那些馬現在養得那麼好 那麼有戰鬥力 人家的馬未來的那些新馬 你那些同聲同氣 當然可能潛質上 可能日後是會好的 但是第一他流過鼻血 第二樣就是 那隻馬都還未是舊的 那你不欺負他 現在這個時刻 第一次上千四的 你不能欺負的了 以後如果他真的起的話 另外九號馬的桃花多 這些是實際的頭馬 但是這次的檔 跟上一次的檔 我想真的會爭很遠 我都不知道他會在哪個位 但是你說長遠發展 這些馬是不錯的 四號馬的紅磚勇士 我都覺得狀態挺好的 另外十四號的領航傳奇 也是 縮情看看會不會跟著人家跑 但是現在十四檔 又是這些事情 你記住 那就慢慢再度